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应该是黄匪的吧 还有黄 黄匪 黄匪 翠都在一起嘛 黄 翠 翠 所以贵得不得了 姑娘 我不是说你们东西不好 我是说啊 现在就不知道 怎么搞这个玉啊 随便一个什么 就搁到这儿 价位就高得不得了 我们家祖传们有一块银 那个玉啊 我要是现在拿到这儿来 那也是几十万呀 说不定都上百万呢 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老师 您说什么 我们家有个玉琢 是我们祖传的 小伟结婚的时候 我就送给拉拉了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王家还有祖传的玉琢 有啊 橙色非常的漂亮 你看呢 你看 你喜欢哪个 还有其他的 老师 现在 拉拉姐已经不是 王家的媳婚了 这个玉琢应该要回来 倩倩 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拉拉的 我 你看 这表也是拉拉送给我的 我怎么能说 你离了婚了 你把镯子还给我 我把表也还给你 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呢 你喜欢哪个挑 我同样给你买一个 一样价值的都可以 老师 我不是非得 要您送我什么东西 我觉得 这个玉琢现在应该要回来 而且现在 是我婆婆 这王家的孙子 这个东西怎么没给别人呢 倩倩 这 这都送给人家的东西 我怎么说呢 拉拉 都拉拉 我的镯子卖给你了 现在离婚了 你把镯子还给我 我把耳环你送给我的什么 我都还给你 做 做人不能这样 老师 这是原则问题 一定要有 你 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都可以埋给你啊 你们一人一个不就完了吗 这 这我 我没办法开这口 喂 开心 为什么 在哪儿 行 我知道了 行 我知道了 行 我知道了 你为了十点 现在几点啊 现在几点啊 十点十五呢 嗯 快点 快点 来啦 坐 来啦 坐 什么样的东西 你带开吧 什么样的东西 是原来那个吗 王伟和伯母都认识 我为什么要查查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王家的东西 你现在已经不是王家的媳妇了 所以必须得完毕归照地还给王家 而且呢既然三个人都在 我把话说清楚 你现在和王伯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 所以你们俩的事情 该处理得赶紧处理掉了 因为今天这件事 明天那件事呢 对王家的名声也不好啊 我想该处理早就已经处理掉了 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形式的约点 东西我已经还了 我可以走了吗 照片一下 是谁让你 跟拉拉要这个柱子的 且不说 拉拉现在不是王家的媳妇 这个柱子 是我妈妈清楚交给她的 那就是她的 我实在是特别好奇 你是哪位 你有什么资格 对 那帝王家 跟拉拉 要吃个柱子 你现在跟我回去 当着我妈的面 我想搞清楚这件事情 在我搞清楚这件事情之前 这个原来是谁的 他就是谁的 他该在哪儿就在哪儿 你说我好 是你让浅浅去跟拉拉要那个家属的桌子吗 要什么桌子 我不知道啊 陆爱华老师表示她不知道 什么事啊 是谁让你跟拉拉要那个桌子的 行了 你别问了 不是陆老师让我去的 是我自己去的 你有什么资格跟她要那个桌子 杜拉拉有什么资格留下这个桌子 那个桌子是我妈妈给她的 那就是她的 她不是王家的媳妇 这个桌子就不应该搁在她那儿 那你是吗 那她是吗 你是吗 我就问你是吗 她也不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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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倩倩 你 是不是去找拉拉要这个桌子了 我 我跟你说了 那个桌子是我给拉拉的 如果这样出尔反尔的 现在就去把她要回来 恐怕不大合适 那个桌子是王家祖传的玉桌 她现在已经不是王家的媳妇了 我把她要回来 这有什么错吗 倩倩 就算是要 好像也不应该是你出面 这样呢 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对 对 所以说在你们王家人的眼里 我是没有资格做任何事情 从以前到现在 每一件事情 我都没有资格 王伟 我告诉你 我是没有资格 但我肚子里的孩子有资格 是 我是说过我等你 可是到今天为止你做了什么 现在你跟杜拉拉已经离婚了 她现在已经有了别的生活 有了新的人 你为什么要跟她纠缠不清呢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是我在这儿苦苦地等你 我怀着你的孩子 倩倩 孩子和镯子 应该是两码事啊 当然是一码事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是一个名分问题 如果你们没有想好解决的方法 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现在去医院 把这个孩子做掉 不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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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任何时候都不会动这面 即便这个孩子没有出事 他都是一条值得尊重的事 正因为不能做这个选择 所以结果你这么难解 我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我尝试负责任 我尝试亲近你 你能不能够变得可爱一点 让我爱你 好 我等你们王家把这件事情想好了 你先来找我吧 你先来找我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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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